蓝月有民众在机场拍下了 这一架飞机它正确MBL降落 但是仔细看它差一点就要被强风吹翻了 而由于是侧风超标 飞机最后是不得不飞回到台东的丰年机场 这也让离岛空运的安全性再度引发关注 低一点再低一点就可以了 对啦对啦 众人在机场旁祈祷飞机能顺利降落 但一阵强烈侧风袭来 害飞机差点被吹翻 有有有有 千轮才刚要落地 强风却又把飞机吹歪弹气 机师不得不拉起机身再起飞返回台东丰年机场 他不是说好 要下来吗 众人无奈但侧风超标影响航班已经是他们的日常 受风速影响 蓝月往返台东的航班取消率偏高 当地乡亲是否能搭上飞机 完全得看老天的脸色 飞机不能飞 乡亲或观光客进出只能靠水路 我有看到一个长辈 他应该是要来台东就诊的 那后补最后两个位置 他们就是为了到底是要外劳陪还是孩子陪在那边纠结 那很多人他是不敢离开的 因为他把叫号后补的时候不能 没有叫到就没有了 所以他是在那边吃泡面吃便当 蓝月机场虽然正规划改建工程 但受限于跑道的宽度跟长度 仍旧难以让大型客机起降 随着惊险影片曝光 在地居民判能唤起政府重视 记得留言想听多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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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